拜观音做善事,是给孩子最好的保险 作者,福安谷观音阁 在观音感应录,记载一个故事 讲道和心人无事起,一辈子都念观音菩萨,送普门品 佛经都藏在楼上,有一次,他的孙子到楼上玩耍,摔了下来,但是丝毫无损 他孙子说,看到有个白衣婆婆从空中抱了我们 后来全家都礼拜观音菩萨,到现在香火不断 还有个故事,普陀山佛教记载的,有一家子都信观音菩萨 有一天,小孩不知道什么原因,掉到了底下的井里 但一点都没有摔伤 小孩说,是个家里的白衣婆婆把他抱起来的 这个白衣婆婆,就是他家里供养的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感应,实在非常 现在人很疼爱小孩,而更担心小孩子,比如遇到病苦,意外 如果信佛的,一定要多念观音菩萨,送普门品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菩萨都会给你帮助 众生因为业力原因,免不了生病,乃至遇到小的灾难 哪怕买了重重保险,仍然无法阻挡业力的产生 在强大的业力面前,但凭助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这时应该在平常多念普门品,多拜观音菩萨 菩萨就会把大的灾难化未小的,这才是佛弟子最为保险的 我一个师兄,他也是拜观音菩萨,有一次,他家里供观音菩萨的花瓶突然莫名其妙,就摔下来岁了 过了两个小时,家里打电话来,说他父亲被车撞了,但平安无事 这就是观音菩萨神通妙用,用一个花瓶挡住了一场灾难 在观音感应路中,有一次讲到有个人念普门品 遇到了强盗,就跑出一个人来,那个人被强盗砍了三刀后 强盗就跑了,他也脱险了 而回家一看,发现家里的观音菩萨背上有三条刀痕 才知道是观音菩萨显灵来救他 可见观音菩萨是可以转业力,通过外在的物质缘起,帮人消灾 这是观音菩萨神通力的不可思议处 首先,观音菩萨已经正的缘通,观察世间是妙有的,所以能妙用 既然是妙有的,众生也是妙用的,一切山和大地也是妙有的 所以观音菩萨,能化人,能化物,能在梦中给人治病 比如发生车祸,掉下山来,以观音菩萨庙有力 可以变出一个树根,或者虚空生出强大的力量来拉他 或者可以影响到物质,比如说借助物质来帮人消灾 这也是有的 有一次在普陀山,有个女的在观音跳拍照 那地方比较危险,她站在海边悬崖,背注大海 结果她一呛亮,险些摔下去 在那个瞬间,我感觉有股强大力量把我往前拉 我莫名其妙地亮呛一下 那时我感觉观音菩萨在无形中 挤住我身体的力,来把她拉了一下 观音菩萨神通妙用,不可思议 有孩子的,就好好念普门品 不用担心孩子 越担心,就容易把孩子福报担心小了 要放心,如果担心的,就去做善事,念普门品 慢慢的,菩萨会把一切灾阳化未成的 念观音菩萨,是给孩子最好的保险 感谢观音菩萨,是给孩子最好的保险